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一定要今天开这一集节目说这件事 所以较早时间香港的赛事我没有做到 我想大家看惯我这个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当有这些情况的话香港错事我就一定放下不做了 所以大家看的就自己衡量了 因为有些朋友就跟我说你应该多说些香港马 但我都不厌其烦地告诉大家 真是很不好意思 因为本身香港方面我们都有我们的D马路路法的团队 Mathorse68.com 我们都有其他手足 会提供香港的赛日 但是我都尽量保持住每一次的香港赛事 我都尽量去比 但是如果做对 就像这些情况的话 那我就一定不做香港马 因为实在真的没那么多时间 大家都知道我自己的主要主力都是外国赛事 香港那些我都是很勉为其难地做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介意我这么说 因为坦白说虽然我这个节目看的人数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都看到看我节目 开始看我节目的朋友 香港以外的观众的人数就不断地上升 当然都还没达到一个很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在现阶段的比例都占了一个相当的比例 所以始终我那个目标都是集中世界赛马 国际赛马 都希望看我这个节目的朋友都是很有水平 也都是很有兴趣看外国赛马 不是独孤日美看香港 所以我的方向一直都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朋友叫我改变一下 我都可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 真的我就不会更改我的风格了 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么久 不只是做这个节目 我一直以来自有尤达开始 自有尤达这个人开始接触 大家都知道我那个主力都是在 国际外国尤其是日本 现在就多了英国欧洲 所以我就是我的了 希望大家就继续支持我 说回今集第47届的伊丽莎白女王杯 其实今年本来这一场马 本来这一场马 原本还有一个名字 因为正直就是我们的仕头婆英女王 登基七十周年 就是说白金禧的 本来就是纪念女王八金禧 这一场赛事再加了一个名字 就是纪念女王登基七十周年 白金禧纪纪念 但是因为我们的仕头婆已经崩裕了 所以另外的冠名已经取消了 因为都已经作估了 所以依旧都是叫回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杯 所以过去这几年在香港这场赛事 都是做了一个越洋赛日 已经是播了好几年 因为都不难理解 尤其是因为有只雍龙白河 过去 赢了这一场赛事 然后又来到香港远征 其后又做了日本马王 也额外一方面 这只雍龙白河 虽然是罗伯会的团体 但是其中也有一个一口马珠 都是香港人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 到现在除了我们之外 都没有人指出得到 这只雍龙白河 除了有来到香港跑过之外 其实真的跟香港都有渊源 因为真的有一个 我们也认识的老友记 鄂兔 就是这只雍龙白河的 其中一个合伙的一口马珠 所以也是近年 这场赛事的往后带出来的 都是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所以这几年 香港 香港马会都拿它来受注 现在就直接演变到你 作为一个越洋赛日 因为要遵就这个乐星杯 在这个礼拜六上演 其实大家如果有看回 今集的《马场大小学》 我老友的Raymond 和Gary都有说过 为什么乐星杯是会 编排礼拜六 然后 现在就是礼拜日 变成一个越洋赛日 所以简简单单的说 这场赛事 今年 都是一场很重要的 一场马女的中距离赛事 其实马女的 Philis and Maes Only的group one 除了签一下三冠 就是櫻花响 像树 秋华响之外 然后就是 年中的时候 就是维多利亚一里赛 Victoria Mile 接着就到这一场 再之后 就要数到Hansen Juvenal Svili 就是那场板神两岁签一下 就是这样 所以这场女王杯 一直以来的传统就是 让一些马女 在二千米以上的途程里面 一场赛事 加上也是纪念英女王 当年去日本 官式访问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的女王杯 都是这样的历史由来 都是纪念英女王 当时去某一个地方 做官式访问 因为知道英女王是喜欢赛马 也是一个很成功的马主 所以各地的马会 都会做一场赛事 叫做女王杯 邀请英女王 去颁奖 就是第一届 每一个地方的第一届 都是这样的 香港也是这样 澳洲也是这样 纽西兰也是这样 甚至加拿大也是这样 日本也是这样 所以这场赛事 今年也已经是第47届 当然 公明是47年前 英女王官式访问日本 所以日本军军计马会 创立这场赛事 就去纪念英女王官式访问日本 今年也挺特别的 因为18匹马 也挺出足额不得之余 我觉得这场赛事也挺均势的 虽然也有近职比较好的马匹 但是有些马就排位不太好 而且这场赛事 经常来说三岁马也会有不少三岁马在这场角逐 尤其是跑了之前贼马三冠 有些可能会跑这一场 有些说拼不了这场再拼 因为这场也是比三岁马当中 就是唯一的赛事 去国族 所以这条战线挺独立的 今年也说过了 刚才应该较早时间 我已经将JRA的一些相关资讯 都已经转载了在我的右达Facebook专页 和马场USB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分别是一些有用的数据 以及一些排面马 机会马的介绍 然后是参考赛事 然后是神粗片段和赛前访问 但是今年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今年就有一批外队马参加 而这批外队马还要是来头不少 就是这批应该的爱尔兰像树大赛的盟主 就是Magical Lagoon 这批神奇湖 这批马当然是赛事实上 在另一方面大家看到的彩衣 大家都知道这批早前在香港也有一些报导 就是因为他这件衣服代表玉龙系 但是这批马主原本的名字就是张悦胜 不是用鱼龙系的 但是大家看到这件衣服就一定认得了 这批爱尔兰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外队马参加这场赛事 其实过去这场赛事也有外队马赢过的 就是飞雪仙中Snow Ferry 这批曾经赢过香港杯盟主 在这场赛事也赢了两届 当时就是游莫亚执姜 游莫亚执姜 这个大家都可以看起来 其实同一时间 现在计算上个月尾马昆、杜婉恩、连达文 那些就去了日本客串 现在到这个星期就多了莫亚 多了莫亚 讲流了还有一个杜满乐 其实来之后还会有人去日本客串 下个月就会加上益建灵 所以现在日本那边的外籍骑士的客串也挺热闹的 跟香港比的真的差九班 其实我也讲过很多次 这里不细表了 不再重复了 所以既然说到这一只《Magical Lagoon》 就用这一匹马来开始我的分析 这匹马去到日本之后 我看回那边的粗练片段和那边的报道 这只马去到那边曾经都是一贯软正马的 底部初期都是看重暴跌 然后就要慢慢的体重就增加了 因为已经吃了 一定是的了 飞长和飞机去到目的地 一定是个体重一定会有一定会跌 跟着就跟着你一只马就安顿了 再吃了 即是一只马就好吃了 那些体重就上升了 看它粗练也没什么大变化 马就OK的 但是我只有两个问题而已 第一个问题对于这匹马 大家还记得当时这匹马跑埃尔兰 像树的场地都很黏 基本上它就没试过跑好像日本那么快的草地 看着它在那条神话里看到它都是在泥地做快跳而已 那不能用那个来看草地的情况是怎样的 还有就是说跑完这座爱尔兰像树之后 其实它之后再跑那个约克棍像树 表现都是一样的 也保持不了那么多 但是要记住它输给了一只海船 大家都知道然后就赢了海船门 约克棍像树之后就很厉害了 拍到那里就差点了 虽然骑士Shane Foley 他也曾经在日本客串过 但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跑过了 变相我觉得它对那个场地适应 那个熟悉程度应该都问题不大 只不过这匹马 我觉得跑和跑这个途程都可以 跑2200 只是一个问题就是 地方面未必适应到那么硬轰轰的快地 因为明天日本方面应该都是天气OK的 所以这匹马我预期它可能都是五六六地回来 你说如果它要跑到前三名 它自己本身除了要有很大幅度的表现之外 我也另外有一个质疑就是 那场的爱尔兰像树的水准是否真的有那么高 因为大家都记得当这一场赛事 星期二是没有跑到没有份跑的 另外Emily Upjohn也是没有份跑的 我说的这两个就是 叶兰像树打给盟主 叶兰像树盟主 星期二 其后就赢了欲马者杯 Philis and Mare Turf 就是刺马草地 还有Emily Upjohn Emily Upjohn就是赢英国冠军刺马锦标的 他没有这两个马比 还有那场赛事 这只Magical Lagoon 都是比较出色 变成了那场的对手不是太强 他对赢了尚且都要赢得很清脆 末端都要顶住一条直路 一路只有半个马位顶住第二名的不卖赢 所以来到这里我觉得 这一盘日本马 都是有几只很硬正的 但是如果大家有多余注码的 如果你们买三四重彩的 不妨都可以拖回他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要赢 都要问过好几只马 当然他排位OK 粗练也不是太差 适应方面也挺好 体重也正常 但是这个对手就真的比较强 所以我对于他 都是指于位置 其他那些 再讲到下去 也有讲一下李无华的坐骑 那一匹叫做 Itsujo no Kiseki 大骑迹这匹马 这个也挺有趣的 香港马会识得逆这匹马叫大骑迹 又是因为Kiseki 我又很不明白他当年 Kiseki是逆做神业的 我又要讲一次神业老母 其实你不是不认识的 为什么那一匹马你又不逆奇迹 这一匹你又逆大奇迹 这匹马是刚刚在辅宫区马 Fuchu Himba 那场二级赛爆了大骑迹 当时岩田汤城跑 爆了大骑迹 那场马其实你也不要看他爆大骑迹 但是他那个走势也挺风卷残云下的 因为他再之前赢了一场三胜class的赛事之后 一跳就跳到跑二级赛 因为赢了这一场 在辅宫区马 Fuchu Himba 就拿到这一场入场券 接着就换了给李武华 李武华刚刚在 上两个礼拜前 凭春秋分就赢了秋季天王上秋 守风也顺了一点 现在他也去到九十几场 应该今年要过一百场 应该也不是很大问题 这次他拿着这一场马 现在也是冷门的 但是这一场马就真的很锐 上得很快 这次 虽然他就叫做跑一级赛 但是这次他又是跟一些痴马跑 我觉得这一场马 也是有边线的机会 但是也是一样 除了 也要视乎李武华 骑得多多少水准之外 也要看一只马本身也要有进步 这只马 近况的操练都是不太差的 所以 如果大家 对于我刚才说的操练 大家可以看回那条 我上载了在 尤达 和马场USB Facebook专页 那条JRA的神操片段 你就可以看回 因为那条神操片 其实有了英文骂名 大家也跟回马号出的 大家一看回就已经知道了 因为这批马我觉得都是有点看头的 如果严格来说 我自己比较喜欢 就是今年 我其实都不止一次都 留意着这只马 尤其是在补充的时候 我也是有提供过 就是这批4号的 Darling Tech 谋勇兼备 谋勇兼备 在去年 香港的女王杯 跑了第3之后 然后也伤了一段时间 今年復出跑了3场 这一场就是第4场 復出第1场跑 维多利亚一里赛 双语初出 状态未足 但是他走势都 不是太差 跑过第6 其后就在 补充纪念 跑过第3回来 那一场马 他冲上来也走得挺好 但是就奈何 就是那只Title Holder 全程采取主动 都被他放到顺利 所以 他当时的第3 跑到第3 其实都 都要加很多分数 之后 就到9月尾 復出跑那场 铲经上All Commerce 他早段也有点不太顺畅 比预期留得更厚 但是后来 然后跑了上来 然后就跑过第6 那一场的头码就是 这一场同场也有分跑的 就是Geraldina Geraldina Geraldina 即是吉典娜 这一批我都会说的 这一批 就是Geraldina 就是Geraldina 都会锁定在这一场 一直做的功夫都做得很足够 走就走得挺顺畅 状态也提升了很多 那肯定矛头就放在这一场 当年大家都记得 这一只Darling Tech 跟着就是Contrail 这一只铁鸟澳天 这两批 就是当年三岁的 毛败三冠和毛败三冠痴马 当时都一时如量 然后到日本杯 两只铁鸟 就对着杏木 然后就被杏木杀败了 之后 Contrail 之后那一年都能够赢到日本杯 但是这一只 毛勇兼备 都受了伤患影响 令到他 到现在都没赢 但是这一只铁鸟 他又不是退化得很紧要 一直都是 好一点又好一点又好一点 但是这次这匹马 状态 我觉得可以去回全盛时期 九成以上 再加上这次的档牌得好 我希望他早段不要留得太后 因为18只马败 其实他在四档一出习顺利 应该都可以放到445位 走个三位 看看末段就可以爆好多少 所以这匹马我觉得 现在在日本方面 大热门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这匹马我觉得 都是要 优先留意的 然后呢 其实另一匹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的 其实就是 这匹13号的马 连必姓Win Marine 这匹马 当然 其实大家如果还记得 过去在某些越洋直播 香港的越洋直播 比如去年受注这场马 甚至乎 过去以前那些 大阪杯 宝宠 这匹马 其实我也有提供过这匹马 但是 每次都 表现都是一般的 又赢不了 这匹马 再看下去 他也是一匹充其量 也是一匹二级 就是一匹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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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 过去也赢过 过去两届的女王杯 第一次跑 就是两年前 他跑第四 当时就输给了 朗基拉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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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丁 然后去年 去年就输得再远一点 差不多爆尾尔回来 但是去年那场就爆了九彩 我都会提一提 去年那只民主的 但是这匹马 其实他也是 除了那些 表现都是很 consistent 那么 今年就 就是 换了重江正海跑 重江正海 大家都知道 之前跑过 之前都是 他主要都是跑这一件三的马 所以 都不陌生 其实这个WIN团体 这次 这场女王杯都有 三匹马跑 当然 我觉得 以这一只 的机会就比较好 神科这只马 比我 有一种眼前一两的感觉 没见过他那些出步 那么爽 也都很轻描淡写 这次这匹马 就 换了年达文 因为重江正海跑另一只WIN 跑的就是WIN Kittos Kittos 这次换了年达文 可能就会有 不同的发挥 应该就可能会跑高一点 所以这匹WIN Marine 现在 叫做半冷门十一倍 我说以日本陪女计 这匹马我觉得 亦都是 属于 蛇情范围之内 所以这匹马 大家 半冷也要拖 再加上 刚才我也有提过 那匹 去年的盟主 Akai Ito 这匹叫做 红线程轻 这匹马上年 爆了大冷的时候 挺可怕的 早段这匹马 全途居后 进到直路一散开 就中间长驱直进 大胜两个马位回来 但是那场马赢完之后 那匹马就保持不了 今年的表现 也是很一样的 除了年初 一场金虎想跑到第三之外 然后跑下去 也是一无是处 完全欠缺 欠缺这个表现 我又不认为 今场 他又可以翻盘 又可以反抵 就是遗免到 还有他操练上 我觉得这匹马 都是有一些 赔赔回赔的进度 状态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匹马 在这里 都很难再重演 去年 那个大冷的情况 但是另一匹 我觉得 值得留意 第二就是 Sunday Racing Sunday Racing 都有一对马 大家都要留意 都是要盯着的 第一匹 就是 莫亚 那匹座骑 sorry 就是 就是 这个 板井流星 对不起 板井流星 其实莫亚 也是跑另一匹 Sunday Racing 不是我说的 但我不是那匹 我就是那匹 叫Stunning Rose 即是这匹应界的 秋华赏盟主 其实过去这一匹 一般跑 跑完秋华赏那些 再跑这一场赛事 其实表现都不是太差 那 大家又可以说回 上一场秋华赏 这匹Stunning Rose 我觉得是有点幸运成份的 因为那一场马 大家还记得 当时的大热门 就是那一匹 之前赢了 櫻花响 和 像树大赛 那两匹马 早段的马是慢了一阵 李慕怀就塞在后面 然后转到直路 还要左捐右捐 沿途都塞到 妈妈都不认得 因为最后有个位置 冲上来就紧紧地输了 现在这一匹 Stunning Rose 因为Stunning Rose 全程都是 一望无际 无阻无阻 占了先机 然后被他这样撑下去 所以那场马 我觉得 这一匹Stunning Rose 赢马是有点幸运成份 如果再翻跑多一次 他都应该很难反先到 Stars of Herb 因为Stars of Herb本身的冲刺力也很强劲 但Stars of Herb这场是没有奋跑的 所以 讲坦说 这匹三岁马 今年的表现 非常不亚于 Stars of Earth 除了当年他赢了 秋华上赢了 今年他赢了紫苑 那场是 Flower Sticks 然后 橡树跑第二 其实 一点表现都不实例 而且 板井流星 今年 今年他的表现 其实 我都很欣赏 例如他在 英国跑 去法国跑 他都越来越有 大将风范 也有骑攻 也都越来越 越来越有 功架 所以这次这匹马 高野有和 一对马 除了这匹马 还有一只 11号 其实也是 当然 以地战方面 马国锐势 当然这匹 燕梅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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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应该 Stars of Earth 包括在内 现在在日本是刺满 但也有六点几倍 现在我录这条片的时候 都是值得 值得加上去 人马又合格 顺便说了 莫亚的匹 莫亚的匹 叫做 紫环摩力 这匹八号码 这匹八号码 他今年 因为他是四岁 虽然没有赢过码 但是 他跑上一场的苦中之马 其实他的表现也不差 板神痴马也拿过第二 但是 我觉得他这次放了莫亚 应该也会跑高一点 但是这场都是有些对手 所以也要好看莫亚临场 那个发挥 加上莫亚 刚才我也说过 之前他跑飞雪仙中 也赢了两届 所以 对这场赛事 也特别 特别关注 所以这匹马也是属于边线分子 但是 我给不到位置 但是这匹马 大家都可以 临场留意一下 还有 他神货的表现也是不错的 状态也保持得很好 我觉得 相比他跑 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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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马 那场赛事的状态 我觉得他来得更好 所以这匹马也是值得留意 最后 最后 另外一匹 我觉得 大家也要留意 这场也是有机会 可以威胁到的 威胁到Darling Tech 就是这匹18号的 Geraldina 吉典娜 Geraldina 刚才我教授时间也说过 那个妈妈就是 Gentele Donna 即是贵妇人 贵妇人有多厉害 大家在过去都 不用我多说 看过去的往迹都已经很厉害 这匹 都已经是JRA的显彰马 这匹 都是贵妇人的早一批的指示 今年 他也是有些大器马 虽然他是一匹四岁马 但是他也是有些大器马 因为 初初这匹马跑的时候 很多人都寄望他 都可以拍得住贵妇人 但是早段早期的表现 即是出道的表现 三岁时候的表现 都是有些强差人意 因为他都没有在 吸制赛事上角逐过 更加枉论他跑过那些 痴马三冠的 没有 没有 直到他去年 后期的年尾 才跑一场挑战杯 才开始 踏入这个 吸制赛舞台 但是之前 他一口气 连赢三场 赢了一胜 两胜 三胜 然后上台 然后今年就真的跑 吸制赛事 他也是一步一步的上台 和贵妇人都挺有分别 大家还记得 他三岁 那时是拿了三罐痴马 之后就再赢日本杯 再赢 有马纪念 日本杯 他赢了两届 但这只马有点不同 可能较迟熟 但是他一直的表现 今年表现 很稳定 上一场就终于赢了他第一场的 级制赛 头马就是 那场产京上All Commerce 那场马赢得 非常有说服力 我觉得 因为他早段都是 主动 放在领先马的后面 就是先 用日本跑法就是先的跑法 然后 进入直路 马散开有个空位 然后他就 突围向前 赢过几马位 其实这场马赢得挺清脆利落 然后一直做功夫 目标也鎖定了跑这一场 部署也很清晰 很清楚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次他排过18档 但是要好看早段杜满乐怎样摆位 因为早段 同常都有好几只埋难的马 都是会放在前面走的 所以如果他要再放在前面走 可能早段要浪费很多力 虽然他可以起步 不久还有一条直路 直路位可以找位走 但是 就要好看他早段杜满乐怎样摆位 或者撞在后面 如果他撞在太后又不行 因为前面如果一大雷 可能会失车 这一匹马 我觉得在刚才我看神操片 的分析 这一匹马也是其中一匹 我觉得是神操上的状态很好的马匹 如果其他神操比我觉得观感上好的 这一匹马,马连必胜 这一匹吉典娜 另外就是 Stunning Rose 以及 某勇坚备 这几匹我在神货上看到 他觉得状态很好的马 所以这匹马 如果他应该在这里 如果他不是排到这么短的档 应该有机会 再提升名刺 但是现在 他也是第四热门 也接近10倍 在日本 所以这匹 Geraldina 我觉得 也是一匹 可以威胁到日谋勇兼备的马匹 如果大家想买 他没法买 这一匹 都不妨可以加入考虑 所以这次 这一场第47届 伊丽莎白女王 二世杯 尔达的心碎 我都稍微分一分正负 也是 喜欢 4号 谋勇兼备 13号 Vin Marlin 马连必胜 10号 燕梅华彩 Stunning Rose 以及18号 Geraldina 再重复一次 我的心水 用回马昊 就是4号 13号 10号 和18号 应该都是 最热的几职 最热的 四番人 气马匹 但是这场赛事 以日本计算 热门 热门也有分头 不是一面倒 三倍以下的冷门 谋勇兼备 我觉得 相对来说 如果说卡史上 这只谋勇兼备 应该在这里 应该质素 灌绝 全场 亦寄望他 今场他可以再跑好一点 就 拿回他九位的头马 今集的 说到这里 今集的尤达 Bestback 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也多谢你们支持 我尤达师兄 新的朋友 如果看这条片 是没看过的 没看过我 尤达Bestback 希望你们同时也订阅我这个YouTube频道 以及我们的马网 Redhorse68.com D马鲁鲁法 以及尤达Facebook专页 马场USB Facebook专页 我们全线平台一起运作 给大家一些有养分 有quality的赛马资讯 希望大家也继续支持我们 我们全线的平台 祝大家明天好运 另外就是说其他 这个赛日 香港受住的场次 大家要留意我的 D马鲁鲁法 私营出马 另外我会出一篇 表会提供其他的提示 希望大家同时也走去看 今集也过了 我跟着也要赶着去看 赶着出去看球 因为 我们主场对巴拉福特 会看到晓士 因为晓士就是他们的领队 要赶着出去看球 祝大家明天好运 我们下星期三 下星期再和大家 由达Bestback 到时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